中俄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双方加强战略协作与务士合作 确实它具有全球意义 作用不可替代 一年来中俄元首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沟通 一个月之后还将共赴东奥之约 中俄关系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 越加成熟 稳定 坚韧 焕发着勃勃升级 我们坚信 一年只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 背靠背 深化协作 国际秩序就乱不了 世界公理就倒不了 霸权主义就赢不了 同过去几年相比 今年的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面对中方坚定维权反霸 美方意识到 想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中国做出退让 不但不可能 最终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方如果想在世界上维持起码的信誉 就应当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履行好做出的承诺 说到做到 真正取信于中国人民 取信于国际社会 同时我们也看到 本地区局势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 一种是以互信合作 共谋发展繁荣 另一种则是以筑墙脱钩 制造分裂对立 对此亚洲各国应该擦亮眼睛 站本立场 做出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